哈囉大家好我是乖兒子 今天我就是要做一個簡單的教學影片 改按鍵的教學 減少你在遊戲中失誤的表現 相信有些人應該都有聽說過或改過這些按鍵 如果沒有聽說過也沒有改過的人 沒關係今天我就來教教你如何改這些使用的按鍵 好各位第一個在遊戲中有跳躍翻牆的動作 但是遊戲初始化設定是將兩個動作合起來為空白鍵 先跟大家說有些人常會犯的錯誤 導致假如你在不高的圍牆 只要系統認定可以翻越就可以翻越 有時你可能只是想要跳起來看一下敵人 卻因為翻越這個動作 導致敵人轉頭過來把你殺掉 而大部分的人都覺得 這是遊戲的初始化設定 就去漸漸習慣他 其實這是可以改變的 好我來教大家怎麼改吧 遊戲設定這邊有一個滑鼠的圖案 下面滾輪 你到下面這邊有一個跳躍及跨躍 遊戲初始化設定是兩個都未空格 我已經改了 你把跨躍改成你想要的按鍵 個人推薦是G還不錯 你改成G這樣的話就分開了 按套用就可以分開了 只要看到敵人 跳起來就不會因為翻越這個動作 而導致敵人直接轉頭過來把你殺掉 減少這些失誤的發生 當然剛改的時候可能會不習慣 但習慣了我相信一定會減少失誤的 好不好 好的各位 接下來是瞄準射擊的部分 先跟大家說一下 改瞄準射擊的這個按鍵 你是需要完全放棄掉腰射瞄準的喔 就是這個 耳王完全全的去習慣瞄具射擊 為什麼呢? 當然很多人還是覺得 腰射在某些時候是非常好用 是沒錯 但在腰射的過程 彈道並不是完全的準確 有時候還甚至打不到 那你是不是能夠使用瞄具呢? 瞄具的彈道是你能夠掌握的 減少腰射失誤的發生喔 我來就跟大家講一下要怎麼改吧 按下XC遊戲設定 這邊有個圓圈的地方 然後第三人稱視角瞄準模式 即第一人稱看你哪個常玩 如果常玩都玩的話 那你就兩個都改長按套用 那我跟大家講要怎麼使用吧 按住右鍵喔 記得是按住 就可以射擊 把你之前腰射的習慣 變成瞄具瞄準 而你按一下的話 會沒辦法開鏡 就是按住就是開鏡 好不好 如果你要怎麼習慣這個開鏡呢 我個人的習慣就是假設敵人的位置 瞬間去開鏡 每幾場多做幾次 我相信你很快就習慣了 最後跟大家說 這個不算是按鍵 是遊戲裡面的內建設定喔 就是允許自動測身 就像這樣 這個個人建議是把它給關掉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你自動測身 會讓你露出一點的身體 讓敵人從一點身體 把你給擊殺掉喔 好我來教各位要怎麼改掉 遊戲設定 這邊有一個圓圈的地方 開啟自動測身 瞄準移動中 允許自動測身 這兩個都可以把它給關掉 改掉之後 你就可以完全的躲在樹後囉 好的 那我這次的教學影片 就到這邊結束囉 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了點個喜歡 想關注我之後的新影片 那你記得點個訂閱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好